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五月二十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或许将在香港建立情报机构 香港的前领导人梁振英在周六表示 中国新的国家安全法可能会被用在香港设立类似殖民时代的特务局的国内情报机构 全国人大周四公布了有关于建立和完善香港法律制度和执法机制 保障国家安全的决定草案 梁振英的言论可能会加重一些香港人和西方国家政府的担忧 也就是国家安全法将预示着一个由大陆控制的政治监督和执法的新时代 华盛顿方面表示这样的法律是对香港自治的丧终 梁振英在接收路透社采访时说 有可能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执法机构 比如警察执法这样做 他表示英国人在香港有一个专门处理国家安全威胁的特务处 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前被拆除了 他表示世界上所有的司法管辖区 包括西方的司法管辖区都有保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他声称美国有各种执法机构负责处理国家安全的威胁 而我们没有所以作为填补国家安全法律空白的努力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机构 这并不奇怪 梁振英在二零一二年到二零一七年间担任香港行政长官 现在是中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政协是中国最高的政治咨询机构 香港已经有一支七百人的精英保安队 包括现役和退休的警察都表示 但是这样的团队越来越多的开始复制殖民地时代特警的工作 包括监视一些政治和学生活动分子 该部门的高级官员与内地的保安和情报部门保持联络 尽管后者在香港没有执法权 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表示 国家安全法是在北京侵犯了在一国两制管制下 保障香港自由的证据 许多人担心这可能会导致中国军队上街 梁振英却说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梁振英声称西方世界在谈到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 应该放下成见 香港有高度的自治权 但是香港绝不是独立于中国的 他表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此香港有义务保护中国的国家安全 他还声称这项立法主要是针对独立活动和恐怖主义 去年维持数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使得香港陷入了近十几十年来最大的政治危机 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最严重的民众挑战 而在香港安全法公布不久 央视又发表长篇评论文章 表示有一些乱港分子企图脚底抹油 溜之大吉 这没有那么容易 央视的报道声称 现在有关于建立健全香港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的规定 如同一道惊雷横穿香港上风 是敲醒了不少香港民众被蒙蔽已久的心 同时也是击碎了港独分子和反华势力的黄粮一梦 央视报道声称两天多来狗急跳墙的港独分子和乱港势力荒步择路 通过妖魔化的手段抹黑港版国安法幻想重演二零三年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失败的那一幕 央视表示我们要正告港独分子和乱港势力 不要低估国家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里经久不息的掌声就说明了一切 任何企图挑战中央保护香港决心的行径都将自食其果 请你们好自为之 同时文章还声称在五月二十二日就在港版国安法消息传出的第二天 黎智英就急忙向香港高等法院法官要求取消禁止他离开香港的命令 并且遭到拒绝 而央视评论此事时却指出如果黎智英心中无鬼 何必慌不择路决意弃船而逃 央视文章声称如此忌惮法律就是因为自感罪孽深重 有一些港独分子一方面大肆攻击抹黑港版国安法 一方面如热锅上的蚂蚁及的团团转 无非是出于对港版国安法的恐惧 央视最后声称乱港分子见势不妙 企图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没有那么容易 文章最后还表示要对那些执迷不悟的势力说一句 放下屠刀回头是岸 下面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 他不会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重回计划经济时代 并且反击美国对中国未能实现承诺改革的批评 他说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不应该无视市场的盲目性 也不应该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 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 习近平在周六在北京参加年度立法会议政治顾问们聚会时 这样告诉记者 他重申了政府的立场 也就是市场应该在经济中发挥决定作用 而这些评论是在中国面临着川普政府 在从贸易到处理病毒爆发等一系列问题上 日益强烈的反击之际发表的 白宫本周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 对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政策提出了广泛的批评 包括对知识产权盗窃 还有对经济保护主义的指责 习近平说病毒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中国应该在一个越来越不稳定和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发展 他列举了未来的风险 包括全球经济衰退加深 贸易投资大幅下降 市场金融活动动荡 国际交往减少 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等 再为你带来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中国军方的科学家陈薇出马 将主导中国疫苗开发的国际竞争 文章介绍说中国顶级军事病毒学家开发的一种潜在疫苗 在一项早期的临床实验中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 这在一百多名健康的成年人中成功引发了免疫系统反应 得到外界关注 在周五发表在柳叶刀上的研究报告表示 由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有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开发的疫苗 一期实验表明疫苗是安全的 领导该军方研究团队的科学家是陈薇少将 他在一封声明中表示这些结果代表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实验表明单剂量疫苗在十四天内产生了病毒特异性抗体和T细胞 使其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潜在候选者 然而对于这些结果应该谨慎解读 疫苗的开发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能够引发这些免疫反应并不意味着疫苗能够保护人类免受病毒的影响 根据报道志愿者们接受了低剂量中剂量或者是高剂量的疫苗 并对他们的免疫系统进行了为期四周的监测 在总共一百零五名参与者中 一百零五人在接种疫苗后的二十八天内产生了结合抗体 并附着在病原体上 帮助标记他们的免疫系统 该研究表示没有人表现出严重的不良反应 不过陈伟表示受试者中也出现了不良反应 最常见的是发烧 有五十例出现了发烧 有四十七名受试者出现了疲劳 四十二名受试者出现了头痛 十八名受试者出现了肌肉酸痛 这项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 疫苗试验中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预存免疫力 研究表示由于所选取的病毒是一种常见的感冒病毒 大概有一半的志愿者是有预存的免疫力 这就减缓了受试者的免疫反应 该研究只包括疫苗接种前后的二十八天的结果 目前还不知道抗体能够持续多久 同时研究不能说明疫苗是否会导致抗体依赖性增强 也就是通过协助病毒进入宿主细胞而使得感染恶化 这也是科学家们在开发疫苗的过程中最担心的问题 因为在其他的冠状病毒中也曾经观察到这种现象 而且目前还不知道这种疫苗在保护最容易感染疾病的老年人方面的效果是如何的 研究表示将招募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参加下一阶段的实验 现在在全球范围内的疫苗研发竞赛中 中国方面给予陈薇团队以厚望 此前团队的商业合作伙伴曾经证实 已经获得加拿大卫生部门的批准 开始在当地进行疫苗的临床开发 与此同时英国官员们表示 希望牛津大学开发的基因工程疫苗能在九月前推出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研究第一阶段试验的结果 正在寻找超过一万名志愿者进行下一阶段的实验 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公司 也希望在早期实验的四十五名受试者 全部产生抗体后 在秋季前准备好疫苗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将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他表示中国经济将长期保持韧性 并表示在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将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习近平是在中国经济因为大流行病和世界经济快速放缓 而遭受几十年来最沉重的打击之后 发表的如上谈话 在周六习近平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济界别的代表们进行小组讨论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他指出中国经济享有优势 并说我们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全面规模最大的产业生态体系 拥有强大的制造业能力 拥有一亿多几亿 一点七亿多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 还有四亿多的中等收入者 构成了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 面对未来 我们必须把内需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 加快构建完整的国内消费体系 推进科技创新领域 他还说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边缘 电子商务还有其他能够提供新的增长点的行业 比如生物技术等都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而李克强在周五做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没有设定今年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习近平在周六的讲话中再次警告 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的下行压力 他说我们还面临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衰退 国际贸易和投资急剧萎缩 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国际交往中断 一些国家对全球倒逼 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 在一些国家猖獗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等问题 但是他表示中国必须坚定地捍卫开放和互惠的世界贸易体系 尽管保护主义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抬头 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最后再要为您带来的是人民网有关于蓬佩奥的最新批判 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媒体近期对于蓬佩奥批评的声浪 可以说是一波高于一波 而就在今天人民网有发表文章题为蓬佩奥叫你一声犹大 你敢答应吗 文章声称疫情是招妖禁而叛徒陷了原刑 作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从不另于在公开场合宣扬自己的基督教身份 但是近期的一再人造热点操弄舆论 使得蓬佩奥虔诚的基督徒的人设崩塌了 文章声称在摩西十届第九届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而过去的两个多月世人就见证了蓬佩奥流水信式作假 遭人打脸的一幕幕闹剧 文章接下来说蓬佩奥表示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 而科学界和五眼联盟都证实病毒来源于自然 还说蓬佩奥表示中国隐瞒疫情 而川普明确表示美国在一月十一日就开始研究疫苗 同时文章还引述美国媒体近期对于蓬佩奥的批评 说他公款筹办秘密精英晚宴 利用公务旅行之变 密会共和党金主等等等等 他说蓬佩奥夫妇一共举办了二十四场晚宴 受邀出席者只有百分之十四是外交官或者是外国官员 其余军事企业界媒体界保守派人士 或者是来自娱乐界和政治界 因此他说蓬佩奥如果有信仰的话 那么他信仰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是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 是不择手段的政治逻辑 他为了一己的私利挟持上帝的名义 基督教恐怕不能接受这个叛徒的碰瓷 文章最后说蓬佩奥之流 如果是真正的基督教徒 最后的晚餐恐怕要重化 所以蓬佩奥叫你一声犹大 你敢答应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